孤熙杨今天先讲起吧 长香菇这何等离谱啊 这个是要打国际级的棒球赛 我觉得这件事情 真的已经到了一个 非所思的地步 就是你会觉得它怎么会发生在 就感觉好像是什么那种 B级喜剧片里面 会出现的这样的情节 那我觉得分两件事情来讲 第一件事情是说 其实跟林志坚 我们已经没什么好说的 跟林志坚已经 就是没有什么好说 跟林志坚间系议员 像是杨临乙 刘康彦这种 也没什么好说的 我觉得高宏安就直接 就直接把所有的资料都公布 然后直接移送检调调查就好了 直接移送检调 移送监察院 然后包括你自己 内部的行政调查 因为你不是请了检察官 来当你的副市长嘛 所以不用再跟他们多说什么了 就直接去调查 也不用一件事的回应 就像你上周开那个记者会一样 就一次把一堆资料丢出来 你查到一个程度 查到一个阶段 就赶快攻诸一室 第二件事情就是 我们这种程度我也觉得 我也觉得新竹市立棒球场 这个硬体的改善 也不要再拖了 也不要就是你同步要进行 因为新竹市立棒球场 现在看起来它的状况 已经没有得挽回了 你就是只有 其实我很早就讲过了 你就是直接全部铲掉了 不用搞了 不用期待了 不用改善了 就是挖掉重做 就是叫承包商挖掉重做 就是回到那个最初 他们得标时候的那个规格 然后按照那个规格 叫它全部挖掉重做 要负担多少成本 那是你家的事 谁叫你以为 你之间会连任 谁叫你以为民进党 会继续在新竹市执政 会继续掩护你们 你们可以继续交香贼是吗 可以继续让在这个烂场地 然后让球员去当那个牺牲者吗 没有啊 你人算不如天算 不好意思 不管你之前花了多少政治现金 之前做了多少政商关系 现在政党轮替之后 你就回去把我 把我那个球场做好就好了 我觉得这件事情 走到现在这样 当然姑息讲今天真的很好笑 昨天这个make my day OK 今天也是make my day 可是问题是我们笑归笑 我们千万不用停止 耻笑林志坚 耻笑这个梁林怡 但是呢 事情还是要做 在追查弊案 追查弊端的方面 就是继续的公布资料 然后另外呢 就是球场也不要再跟了 就是挖掉 铲起来重做 台湾好多球场都这样做过 包括像是新章帽油厂 被富邦汉将任养的时候 包括像是这个 台北市自己就做过天舞帽油厂 然后后来魏全龙任养 这个双竹场天舞帽油厂的时候 他又再重做过一次 大家都做过 你就是推土机开进去 铲一公尺起来 重新全部铺土 才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你这样逐步改善 是救不了这个帽油厂的 好 那所以你怎么看 这个杨林怡 刘康燕 这些市议员呢 也是每天 也几乎是同步出来 护航洗地 这是在做垂死的挣扎 也不是挣扎不挣扎 不然你要他们干嘛 他就是奸细议员 不然每天都在吃米粉 还是吃贡丸 他就是继续要这样讲 那问题是 就是这件事情凹不过去 你在这个战场上面 你继续凹就是一直被打脸 就不能理解 4000万的这个 当时预算 4000万的防水 防水的这个 排水的预算 然后最后变成2000多万 将近3000万 然后到最后做出来 之后发现不见了 我只有听说过厂商会加钱 没有听过厂商会自己扣钱的 那所以这笔4000万的钱是 他不可能少收 他不可能说因为 最后排水工程没有做 然后他这3000万就不要了 不可能的是 他一定还是收了钱 那如果排水工程 最后没做的话 那不就是放到口袋里面了吗 你再怎么凹 那你也凹的 我觉得昨天波基这一局 对波基这种水准的记者来说 杨林寅根本就是把头伸上去 把脸冲到他面前去 然后就说 求你打我 你打我 你打我吧 根本就是杨林寅用他的脸 去打波基的手掌 我觉得波基手抱是有点委屈了 就是你怎么会这么扯淡呢 然后当时 这个林寅根自己就说了 我们这个棒场很赞 上面盖棒球场 下面盖停车场好不好 双场合一啊 一次搞定 然后杨林寅在那边瞎掰说什么 没有啦 你开始是要盖球场啦 后来才要盖停车场的 所以那个施工品项 才会变得不一样 我觉得这种程度的打脸 实在是我也不想要夸奖波基了 好不好 你这个手上 有没有沾到一些什么 什么脸是不是出油了 你就自己去擦一擦吧 好了 我们就要看完这一段啦 就是杨林的出来 说高红安不要再自取其辱了 说拜托 可以找个人教他吗 就跟你讲排水设计 分散在各个细项工程 找教育处 公务处会整 答案就很清楚了 连这种基本工作都不会做 未来是要怎么执行 向中央争取来的市政建设 连经费计划书都不会看 那之前孤宴都是孤假的 体育署审查是审假的 其中杨林还特别提到 就是这个停车场的部分 他先说以这个新竹棒球场为例 106年8月到107年11月 是以一般球场排水工程 这时候没有地下室 所以是以这个 只有棒球场来估列预算 是到了109年5月 细部设计核定的时候 为了回应在地里民停车的需求 才增设一座地下室停车场 立刻被打脸了 波及也啪啪啪啪 什么新闻报道 林志坚脸书全部调出来一对照 回到来看到这是林志坚自己po文 2017年2月21号 在讲说新竹棒球场 开除重建计划 最后这一段提到 同时同时有没有 规划开挖地下停车场 改善球场停车交通车流 规划要开挖地下停车场 所以在2017年106年 2月21号就有了 而不是杨林你所讲的 到109年5月 这个时候要回应在地里民停车需求 才要决定增设一座地下室停车场 回过头来这个很清楚啦 我就举这个例子 这些资料不是一查就有吗 那你是真的不做功课 还是你就摆明了 我想要空口说白话 故意来混淆市庭 我老实说 先不管这个杨艺元 他讲的是对是错 对他的不离不弃的精神 我相当赶佩 事情到这种程度了 他还是一样 不管你讲什么 他就是坚持支持林志坚 他一定还坚信 林志坚论文是无罪的 我保证 我是非常赶佩啦 能够忠心到如此 但是我要讲 他这么忠心 接下来他可能要做一件事情 可能要去土城探监 对 这个问题真的很严重 先讲 新竹棒球场 有三个方面 我觉得不需要出来想清楚 说明白 第一个方面 他的新竹棒球场的承包商 这个居家营造 大家都知道 塑形不良 在2013年的时候 就有一些营造商的问题 负责被判刑了六个月 结果呢 居然这一次还让这个承包商来做 更好笑的是 问题已经发生这么多了 最近一次市府 包括相关人员 在跟这个承包商开会的时候 承包商居然他的和解 或者是表达善意的方式是说 他愿意不用再加钱 然后来改善棒球场的环境 这什么鬼话 这本来他应该做的好不好 讲的好像是给民众 给市民 给国家一个恩惠一样 完全没有认错的态度 这个检调好好查一下 我觉得这个承包商很大的问题 再第二个就是我说这些 这么爱林志坚的新竹市议员 之前还大大大说 就是因为高宏安二搞这个棒球场 所以才让WBC的热身赛 无法在新竹棒球场里面 来做所谓的举办 跟表演等等的 那我只能说 好险高宏安二搞棒球场 要或者国外那些选手 在我们台湾 就是选手被恶搞 对 丢脸丢到国外去 随便受个伤 这真的是丢脸到不行 国球 台湾的国球就是棒球 很多民众喜欢看棒球 如果发生棒球上 有球员受伤 我觉得民众是完全 不能够接受的 再第三个 就是我刚刚讲的 土城探监 土城又看守守 我觉得林志坚八成要进去了 因为林志坚讲什么 之前说什么 他说这个新竹棒球场 他亲自监工 亲自监工 而且他不只讲一次 对还拍照超漂亮的 亲自监工全部都去 接到现在 土城只剩三分之一 排水系统没有做 你告诉我 如果他真的是亲自监工 不是他眼睛坏掉 是他脑子坏掉 这很有可能 会有很多弊案的问题在 所以林志坚现在 不是只是论文的问题 不是只是淡出政坛的问题 检掉不要放水 好好去做一下这个东西 但是对于整个 这个棒球场而言 我老说真的伤害了什么 他还是民进党执政的信心 大家之前看到林志坚 都觉得他是个五星市长 好棒棒 外表光鲜亮丽 但有没有发现到 这是民进党最擅长的包装 包装得很好 但是当你要被检验的时候 根本是不堪一击 这种状况只发生在新竹吗 还是民进党执政的各个县市 都有这种状况 我觉得现在民众心里 出现一个问号 去年1.26已经出现了 这个答案跟结果了 但是如果民进党到现在 还是要跟这位这么挺的 这么死忠的杨议员一样 不管黑白继续硬挺下去 我认为明年的总统大选 民进党一样会继续的大掰 那如果他们坚持要这样做 我当然尊重 但是无论如何 不要把民众当傻子 不要把我们的民脂民膏 不要把我们的纳税辛苦的血汗钱 浪费在这些无意义 甚至有官商勾结之上 这是民众所不能够接受的 脑力耗尽需要睡眠 睡前30分钟来包某某水 冒通心情 舒缓焦虑 帮助睡眠 让你睡得好精神就好 充饱店再出发 辣气的推荐代码 CTI567 还有主播出人物 CTI44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观看